我愿随时帮助他人 国中小的幼女童军与女童军齐聚一堂 基隆市六一女童军节庆祝大会 在八斗高中隆重举行 荣获112年优秀女童军奖章的学校 游暖江国小八斗高中国中部 龙胜国小五轮国中 长期推动女童军活动 女童军本身是一个世界性的女性组织 当我们的女孩子加入女童军以后 她会知道如何去肯定自己 然后会发展自己的才艺 然后在品德方面 也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 因为在所有leader 在还有Guy的成人女袖的引导向 他们会发展出自己的一个高度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全人格的一个特性 所以他们在应对进退方面 会非常有礼节 然后他们会认为女童军的荣誉 是受人信赖的 市政府综合发展处处长 也是基隆市女童军会理事长林立禅 颁奖表扬各校的女童军团队 市议员何淑萍 以及担任基隆童军会理事长的 市府民政处处长张元祥 也都肯定女童军 持续学习发挥合作精神 市长谢国良也亲自来到现场 勉励所有的女童军 重点是他在学习过程中也会去承诺 然后对自己的承诺去执行 其实他们在去年也做了很多的 理行他的承诺 所以今天也有很多的表扬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今年或未来的 我们的女童军 其实可以加入我们基隆的 相关的童军的活动 那我们今年也结合了SDGS 那针对老人社区尤其是环保议题去做推动 那我以前也是女童军的这个顾问 那也非常荣幸那个理事长能够邀请我 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我们都知道女童军呢 就是培养这个我们良好的品格 来成为负责任的一个世界公民 那我们都是师出同盟 就是我们来自同一个系统 来自英国这个地方 由南童军的创办人叫贝登堡爵士 贝登堡江勋 在英国的伦敦来发展出童军的运动 接着在她的妹妹妮娜贝登堡女士呢 能够来推出女童军的运动 当然在活动上面有所差别 基本上大致上都是希望所有的 我们的童军伙伴们 女童军的伙伴们又女童军们 都能够在团体的生活当中 共同的来合作 为我们的社会社区 甚至为国家为这个世界 来奉献我们的心力 那未来希望我们历禅理事长 能够跟我们在座的各位年轻女童军们 大家一起努力发挥社会更有爱 更有责任感的精神 帮助社会各个不同的角落 小孩爸爸跟你们自上 崇高的敬意跟谢意 庆祝活动相当热闹 各校的女童军参加巴斗高中的 特色闯关活动相互交流 市府也将持续与基隆市 女童军会合作 鼓励年轻人透过童军活动 培养良好的品德 发挥合作友善的童军精神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